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哈囉大家好 我是Stella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熱騰騰 才從日本東京買回來的戰利品 有精品、美妝、藥妝品還有衣服們 那今天的影片呢 會被我塞非常非常多的東西進來 所以我們就趕快開始 今天的影片呢 其實我本來是打算要在日本的飯店錄的 就想說也可以給大家換個背景 換個不同的感覺 但是呢去東京真的很累 就是給自己的理由啦 所以就後來就放棄了 那其實呢我是有在我的Instagram上面 發了一篇文章 請大家投票說 大家想要看只有精品的 還是只有美妝的 還是綜合的哩哩口口 非常明顯的是綜合的壓倒性獲勝 所以今天我基本上就是有 我還是有稍微挑過 因為我買的東西還是算有一點多 所以有一些我覺得沒有很需要介紹 我就不會放到影片 那精品的部分呢 基本上我90%都有在這影片中介紹 那因為其實這次去我是有買包包的 所以我希望包包我還是可以 像我以前的影片有提過 就是我希望我包包還是做比較詳細的介紹啊 穿搭跟你們分享 所以如果我買的包包類的東西 放在這影片的話 影片就會應該會非常的長 可能要一兩個小時 所以今天這影片呢 就除了包包之外 基本上我東西都有開箱給你們看 好 那我們今天來開箱第一個 是這個 包包伊西米亞器的 它應該算精品吧 因為我覺得它東西 像這個東西在日本買 我覺得跟台灣價值還是蠻高的啦 所以這次去呢 其實就想說要買嘛 因為其實以前就會買它那個 什麼幾格幾格那個包包啊 但現在我也都沒有在用了 但這次就是經過 然後看到真的好像蠻可愛 所以就還是買了 買了一個 這個 長這樣子 把裡面的卡拿出來 長這樣子 它是一個卡夾 然後它就這樣打開 超可愛的是雙色 然後 這邊就是這樣 可以放一些卡 我覺得可以把它當作 錢包類的東西使用吧 然後非常多個顏色 那時候我大概選了十分鐘吧 因為它大概有六七個顏色 就是有雙色的 然後有單色的 那這個呢我買的價格是一萬二日幣 然後是可以直接就是在 就是結帳的時候就可以退稅 所以 我覺得這價格就算還OK 就三千多塊台幣 然後他們家的東西 就是包包他們家的東西就是這樣 軟軟的 然後很輕 我覺得收納還蠻方便的 好第二樣呢是 一個愛馬仕的 買了一條他們家的推理 這樣子 好像沒有在影片中 開箱過推理齁 就長這樣 一條 我覺得顏色還蠻好看的 就是灰色的 因為這樣子搭每一個包包 就是基本上 我買推理啊 我都是綁在包包的手把上 因為這樣子我覺得 手把很容易提嘛 那 也是會有點心疼覺得手把會髒掉吧 所以基本上 我都會買推理綁在手把上 那這條我覺得蠻好看的 因為灰色 我覺得灰色的好難找 因為他們家推理都很長出非常鮮豔的顏色 然後底下就最近很喜歡黃色 然後底下有這樣黃色點綴 我覺得還蠻漂亮的這一條 就很素 然後上面也是 會有他們家的字樣 我覺得這條還蠻百搭的 就買了一條他們家的推理 這次去的時候非常幸運 就是 算幸運啊 就算是精品啊 還是百貨公司 他們基本上都有在打折 現在其實應該算是香奈兒的打折技吧 可是台灣的專櫃 就比較不會 應該是他們就是不會把打折的東西擺出來 其實別的國家都會把他們的打折的商品擺出來 因為那樣逛其實是比較方便嘛 那日本這次去呢 他們就是會擺出他們打折的 包包是絕不會打折的 配件啊可能一些耳環啊 胸針 都是會打折的 然後鞋子 衣服 都有打折 所以這次去都有逛 但這次呢香奈兒的收穫就沒有很多 就買了一雙 他們家打折的鞋子 然後其實我沒有抱持很大的希望可以買到鞋 因為日本他們 進鞋子真的進很小爽 有些尺寸只進到38 版或39 那我通常呢 有些鞋子要穿到39 甚至版型很小 我有可能要拿到40 所以我每次去日本 轉櫃逛街啊 就是買鞋子的時候 都會直接問他們說 最大的尺碼 就直接拿出來 那每次最大的尺碼還是很小 買了一雙 涼鞋 小香的涼鞋 我覺得這雙鞋超美的 就很喜歡 然後它重點是它就是前面有這種鎖鏈風啊 然後這個東西感覺很重對不對 可是它穿進去很舒服欸 是很軟 就感覺不太會刮腳 因為我還沒有穿過嘛 是全新的 然後它後面這個跟呢 我覺得非常好走 就是我在試穿的時候 它不是那種會讓你覺得 你好像穿高跟鞋的感覺 那很多人可能會覺得這個 就應該我以前也會覺得這種 涼鞋啊 我基本上就會想要買平底 很平底的 打折的話 我只有看到有跟的 然後有一雙高一點點 後面有一個 有一個攜帶 可是那雙是也沒有我的尺寸 那這個 當時我看到好幾個顏色 可是只有這個顏色有39號 所以就 打對折我覺得很可以買 那這雙涼鞋呢 就 我不知道欸 就是有現在會已經進入到那種 會覺得 有一點會很想買高跟鞋 或者是 有時候穿寬褲啊 其實 你搭拖鞋的話 可能比例看起來沒那麼好 那這種 其實基本上你如果只是去約會吃個飯 稍微小逛一下街的話 我覺得這個高度很適合 其實還是有點小猶豫啊 就想說 這種鞋型 我到底會不會穿 可是我覺得這雙 穿起來 因為它前面這邊的設計 真的做得蠻年輕的 就我覺得不會很老氣 很美 然後這邊有一個 小箱的logo 然後上面 超級喜歡這個鎖鏈的 就 整個穿起來超級好看的 那這雙我 打對折買 大概就是一萬四千塊台幣左右 這次去還買滿多雙鞋子 因為鞋子在打折真的很難say no欸 那第二雙是 第二雙是完全沒有想到會買的 是買了Prada的鞋子 那他們就是百貨公司裡面啊 像剛剛Chanel是在 我是在單店裡面買到的 那百貨公司裡面其實他們很多 就是大家想得到那種鞋子精品的品牌 他們也都是會像 歐洲那樣子 全部把它擺出來 就還蠻好逛的 就是尺寸啊 然後鞋款啊 然後他們 日本人他們 服務態度真的是很好 很有耐心 所以就 挑挑挑挑 最後也覺得 不買好像也是 沒辦法給一個膠帶 好 但這雙顯示 本來就還蠻好看的 好 來囉 第二雙是 買了一雙Prada的高跟鞋 有沒有很漂亮 黑色的 它是幾皮的那種 就 可是我覺得黑色幾皮 就 可能會覺得有點秋冬 不過我覺得就還OK啦 因為我覺得它的跟實在太美了 真的太漂亮 你們看這個跟 就blingbling啊 然後它的高度大概 可能6公 6.5公分 7公分之類吧 但我覺得穿起來就很OK 因為 它的底很粗 然後我覺得它的鞋底超美的耶 這個logo 好啊 就可能 就是 你們也平常也不會去看鞋底啦 但是買回來現在很乾淨的時候 看就覺得 很美 然後這雙我是買38號版 其實是一個不買高跟鞋的人 我基本上我的人生中沒有人穿高跟鞋 就可能出席一些活動 或者是 參加婚禮啊 或是有一些 就是你需要穿到高跟鞋的時候 然後我最近就會發現 我高跟鞋的數量真的不多 所以真的去看到這雙就覺得 好像滿百搭的 所以就買了 那這雙呢 也是答對著 這雙應該買下來是一萬出頭 我覺得很OK 然後 很漂亮 然後又很百搭 因為這根整個就 超好看的 好 再來呢 還是一雙鞋子 有沒有人不愛看鞋子啊 買了一雙Dior的鞋子 那這雙呢因為不是打折的 加上 它在包的時候已經 給我全部包起來 然後結帳等超久 所以我就沒有叫它把鞋盒拿掉 好 打開 Dior打開裡面是這樣 一個卡 防塵袋 來 這雙鞋呢 我覺得我常常就是這樣耶 就是之前我很想買這雙鞋 應該是 前幾個禮拜吧 因為那時候 就是要參加一個婚禮 覺得 一定要買到一雙白色的高跟鞋 可是那時候呢 我就 其實我有問台灣的專櫃 可是 他們這雙鞋 是沒有貨 又是要從國外訂了 所以我就想說 算了吧 後來就 也穿其他雙也還OK 那這次去日本就逛嘛 然後他們鞋子真的好齊全喔 就 剛好看到我想買的 就 把它包回來了 這雙 找這樣子 Dior他們家 現在超級火的 Slim Bag的這雙高跟鞋 那這雙呢 就它的跟 是這種 小貓跟的 我覺得走起來 算蠻舒服的吧 但是如果你是說 要狂走 我覺得應該也是不太OK 然後是白色 漆皮的這樣 鞋底像這樣子 這雙我是拿 39號 然後後面 就是 我覺得他們 這雙鞋子最美的地方 就是 它的這個短帶 超級好看的 這個款式我有一雙 平底 黑色的 我覺得算還不錯穿 所以我才想說 那它的高跟 應該也會還OK 這雙就是 搭洋裝啊 什麼的 還蠻不錯的吧 就成為我剛剛所說的 我最近就是 很常被逼到覺得說 出門沒有高跟鞋穿 所以這次去 就是有點失心風 加上剛前兩雙打折嘛 那這雙就是因為 我當時就想要買 可是我沒有買到 那這次去其實是 也有看了這雙 跟另一雙這同款 然後這邊是透明 膚色亮亮 那雙好像是新的款式 可是那雙呢 沒有我的尺寸 那這雙剛好有我的尺寸 所以就買了 那其實日本的價格跟台灣價格差不多啦 就是你如果跟歐洲比起來的話 他們Dior的價格還是有價差 就是算偏貴 但是因為 其實如果你早在跟我買 大概是這個錢 所以我直接在專外看他就買了 我覺得很漂亮 好精品的部分 就先到這裡了 覺得已經開蠻多個 那包包的話呢 我還是會再做一個 另外的影片 我可以介紹比較詳細啦 好那接下來也是 也是還是蠻好看的 所以大家不要 立刻就把影片關掉了 好嗎 好再來呢 我買了 一大袋的 白鳳堂的刷具 買超級無比多 買了這麼多把 我之前去買白鳳堂的刷子 我買到一隻散狀的 他們說有點算是 嗯 雲粉刷嗎 什麼 但那隻我把它拿來當腮紅刷 我覺得太好用了 那這次去呢 我就 毫不猶豫 因為那時候時間真的是很好刷 然後我就毫不猶豫 那樣狂掃了一堆刷子 他們家的刷子呢 就是 基本上他們毛非常好 那我覺得他們價格 不算是偏貴 就是他們有分等級 有分不同種類的毛嘛 然後 他們的餅也有分不一樣的 那橘色系列好像是他們家最貴的 因為我上次就是覺得橘色系列的 有一支刷子很好用 所以這次去呢 我又多買了兩支 這支是腮紅刷 腮紅刷 然後價格是 9700塊 那這樣我要開嗎 我想一下喔 欸 它這個是瘋死的欸 好 我要去拿一把剪刀 好 這一支的 型號是SE03 然後 買的是這種 唉唷 他們包裝真的很過度 一直聽說 喔 白鳳堂刷子他們很好用很好用 那每次去日本的時候 真的都會沒有時間去逛 這次去 剛好逛到去 他剛好在退稅櫃台旁邊 所以就沒有忘記要去買它 好 那我買的這支是 刷頭是這樣 很鬆很鬆長長的 然後底下會有一個 這樣子的logo 因為我去的時候 那個專櫃都會有講中文的小姐 所以他都會跟你講說 喔 有些看起來超級像的刷子喔 就是 他會說抓粉力比較強啊 或抓粉力比較弱 那我這支好像是抓粉力 會比較 少的那種 擦起來會蠻自然的 我覺得這個 毛質真的 沒話說 那你看9700日幣 大概是 9700日幣大概是 2700塊台幣左右 就算是 腮紅刷 買到那麼好的腮紅刷 算是正常價格的 好 那另一支呢 這樣子 毛真的 非常非常軟 超級世界無敵軟 我覺得 如果你們 要去日本玩 要找白鳳堂 然後因為它的刷子 真的超多 就是 有四五種系列可以選 如果你們的預算有高一點的話 因為我覺得它的價差好像沒有到很多 你們就直接買 橘色餅的這個系列 超級軟 超級好用 這支是高光刷 那因為我刷子真的很多嘛 那這次 其實最主要就是想要買 出國袋的刷子 因為基本上我刷子不都很長很大隻嘛 每次刷都貓塞不下 然後它又很沾空間 所以這次去呢 我就 決定要把它湊成一組 出國專用 所以我就是 買了很多支這種短餅的 然後它短餅的 也算是選擇性蠻多的 這支是四千五百塊日幣 然後長這樣子 可以照一下好了 像剛剛這就是一般刷具的大小 這是他們家小支的 他們小支的 可是 做的也是 讓你會很有意願把它帶出門 因為它還有一個更迷你的 我覺得那就是 感覺非常的難用 你看它這樣子 它就等於說少了三分之一的體積吧 這樣 短餅的話它這個底下餅 你就有這個香檳色可以選 或黑色 那這款呢 我覺得很讚 因為 這種刷子的頭啊 我最近很愛把它拿來當 腮紅刷 因為它的 沾粉力比較弱 可是它這樣子 就是可以多上幾次 不會一直很失手 然後你沾完之後 又可以這樣 整個這樣 暈一下你的臉 我覺得這種刷子 我最近超愛把它當腮紅刷 所以短餅呢 我就直接買一支這個 這一支是 三千三百塊日幣 就是你要來當高光啊 修容啊 腮紅都可以 我還蠻喜歡 現在拿這種斜角刷 沾那個高光 然後就刷在這裡 我最近還蠻愛這樣 或者是 會拿這種斜角刷 刷我那個蒲公英蜜粉 就把它這樣 再刷第二層當腮紅 所以第二支買的是這個 好 再來呢 買了一支 這應該是腮紅刷吧 這支比較貴 七千五 是這樣 它的刷毛比較長 很鬆 真的很鬆很鬆 很舒服 這支是七千五 腮紅刷 因為我是要出國 湊成一組的 所以我還買了一些 眼影刷 眼影刷也都很長很佔空間 補一千五日幣 它的 越小隻的刷子就越便宜 以永遠不變的定律 買這種 就是 這種形狀眼影刷也是我愛用的 我就會把它 拿來打眼窩 拿來打眼窩 或者是 下眼剪 或者是掃眼頭 這種形狀呢 我覺得都蠻好用的 這支呢也是一千五 買一些 加長細節的吧 因為我眼影通常會用 應該兩到三個顏色以上 這支眼影刷是這樣 很扁 很細的 可以當眼線色的那種沾取 我覺得這樣 下面這樣這邊 或者是當眼影 這種也蠻好用 這支一千五日幣 我講的都是日幣喔 最後一支 這支 一千六 也是眼影刷 那眼影刷 一定要買一支像這種 就是面積大一點的 這樣子 面積大一點的 直接可以整個眼窩上色的 超級喜歡耶 然後它的餅啊 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這種 中型的餅 端的餅啊 就可以分香檳色跟黑色 那後來我就想說 不想要全部都一樣的顏色 我就隨便挑了幾支說 要黑色的餅 那個底下的顏色 都是一樣的價格 好那因為買了一個旅行刷 就一定要買一個旅行的袋子 它的化妝包也蠻多可以選的 都蠻專業的 所以如果沒有去日本玩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這化妝包是兩千五 然後扣子打開 其實我當下有試妝 你看它底下就可以這樣放很多刷具 我就一直想要買一個旅行用的刷具組 這樣子我就不用 每次出國啊 我就要再收一次刷具 就很煩 我這次真的非常興奮 我買到自己湊了一個這個 因為它其實有三四組 就是那種已經幫你湊好的刷具 但是呢 就是買一買下來也不便宜 雖然它有送一個化妝包還怎樣的 可是我就問小姐說 那自己買有比較便宜嗎 他說如果它幫你湊好的那種固定的 你都用得到的話 就可以建議你買呢 但他說如果你都用不到的話 其實你自己湊並不會比較貴 所以 欸我總共買了六支 我就這樣湊起來 然後粉底刷我沒有買是因為我有一支Hourglass的 它的粉底刷本來就做很短 我覺得那種短的帶出國真的很方便 我就可以把它放在這 然後就這樣蓋起來 然後旁邊就還可以再放刷具 這邊還有可以再放刷具的地方超方便 然後這樣把它蓋起來 我覺得是很輕鬆的蓋喔 不會是那種好像你蓋得很痛苦 然後你看裡面這樣就可以裝至少十支刷具以上 好總而言之呢我就是看我買那麼多就知道 我非常愛他們家的刷具 如果你也是想要去湊一組旅行帳的話 你們去日本不要湊過白鳳堂這個專櫃 百貨公司的化妝品獎好了 那我就是又去靠櫃PO&JOE 那他們家的彩妝我就還好 可是我很喜歡買他們家化妝包 他們家化妝包都會無定期出超可愛的 然後底下有PO&JOE 我覺得這個有點仿愛馬仕的感覺 超可愛的上面超多匹馬 然後裡面就這樣 也是一個化妝包 我就是我真的非常愛買化妝包 然後它這樣小小的前面有一個鬆緊帶 這邊又可以放東西 這邊又可以放刷具 我覺得很棒 你看它超薄的喔 就是很瘦的那種化妝包 很棒很可愛 我喜歡買化妝包 PO&JOE的化妝包 如果去日本呢 一樣我有去啦都瑞 然後本來是想要買他們 應該是5月多那時候有一個限量的 就是有一個化妝包加一個 桃紅色的腮紅殼吧 沒想到去的時候真的已經沒貨了 就它整個腮紅是桃紅色 但已經沒貨了 所以這次去呢 我還是再補了一顆他們家的腮紅 買的是1號色 它裡面就有一個刷子 這樣 這刷起來顏色還蠻粉色的 蠻美的 因為他們家三魂真的很好用 所以 就是 還是買了一塊 1號色 再來呢買了一個Chanel的新品 是一個眼部打底膏 我覺得包裝很漂亮欸 白色的 頭 然後 你知道眼部打底膏質地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不知道好不好用 但我覺得 當下推開覺得感覺還不錯 眼部打底膏 然後好友再跟你們分享 但它的包裝已經加100分了 覺得很美 這個IPSA的 呃 這個聽說很紅 這我姐推我買的 就是如果你臉上有時候 有一些很特別乾的地方上不了妝 或是你想要急救補妝的話 的這一條 這一條好像很紅欸 但我不知道 它就是 它就是一個棒棒妝的 但是你看我剛剛弄太用力它旁邊就 就這樣 就是一個好像立刻補你臉上的 滋潤的那種感覺 是沒有什麼顏色 透明無色的 不知道好不好用 但 超嚴格的喔 這一個人限購一條 所以我猜應該是那種 呃 代購狂掃的 貨物之一吧 亂買了好多肌膚之藥的東西喔 一個 買了一支護唇膏 我本來是要補它那個原色 就是護唇膏 可是他們幾場沒有買 就買了一條 這個 有防曬系數的護唇膏 它這護唇膏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這支裡面是 轉開的話是有點透明粉紅色的 護唇膏 然後另一個呢 也是護唇膏 這支那次我有打開來試用 它是前面頭是這樣子的 非常吸引我 是那種 有按摩 像按眼睛眼霜底下那種 導入器的那種感覺 然後它是 做嘴巴按摩的 所以 非常喜歡這個 然後它這個擦起來 它的味道就是他們標準那個 護唇膏的味道 然後擦起來是很涼很涼的那種 但我覺得它要塗很多 然後你才有辦法這樣擄 因為如果像我一開始第一次用不捨得 我就只用一點點 然後在那邊用這個擄 就會覺得很K 所以這要擠很多在擄膏 就這條如果用完之後啊 你可以用自己的護唇膏 然後上面這個頭等於說 它就是永久的嘛 你就可以這樣一直狂露 我覺得這個還蠻不錯的 這個價格是 8000日幣 這還蠻貴的 但在日本買已經算是最便宜的 肌膚膏買了這個 然後呢 這是 在機場呢 因為我就看我姐在買面膜 就 跟屁床啊 因為我也不知道她說她買過這還蠻好用的 然後買了一個這個是 六包入的 它是什麼啊 Brightening Mask 美白面膜 它是六包入的 長這樣 然後日本的價格是 1萬元 這樣子六片 然後它這樣上下 上下分開的 這我都還沒有敷過 如果 好敷的話 我會再推薦 這是 這是美白面膜 那這個呢 是我姐推薦的 這超巨大的 你們有看到嗎 然後這也是六包入 那這一盒是 1萬2日元 這個好像很複雜 它就是有 1 2 3的步驟 好像就要 先用 1 它這個化妝水擦臉 2 然後塗這個 美容液 3 敷臉 把它敷上去這樣子 就是 它這面膜的名稱叫什麼 Illuminating Concentrate 這個呢 好用在跟你們分享 然後呢 在機場才買得到 Deginza的東西 那Deginza的東西 就是買兩罐這個 然後這一罐我會開過 是因為我想說 要先用這一罐 這一罐是 Clarifying Lotion 它是有點算是 就是日常的化妝水 可是它是可以天天用的 因為它 雖然說它的功效 是有一點 好像是幫你 除去一些老廢角質 但這個當下試用覺得 還不錯 但沒有確切的使用過 所以如果好用 再跟你們分享 那這一罐呢 是 Energizing Lotion 那這一罐是我 大推我用的 化妝水 它就是 臀超多罐 所以我就跟著它臀一罐 那這罐我不會立刻 沒有想打開用 是因為我姐說 它這罐有一點 保濕 是橘色的 這罐是偏保濕 所以我就覺得現在 我的臉好像沒有那麼乾燥 我可能不會用那麼保濕的化妝水 我就先把它放旁邊 因為我現在開了很多罐化妝水在用 所以這次 The Ginza就買了這兩罐 這罐是有點去角質功能 這罐是 保濕的 我的兩罐 Rubyum的健康化妝水 非常好用 然後 台灣不是要測櫃了嗎 因為我覺得台灣 要測櫃的原因 是不是因為太貴啊 它這個大罐330ml 才賣8500日元 然後台灣一罐好像是賣 3200 還3300台幣 我覺得超貴 日本就超級便宜的 這樣 一罐是8500日幣 囤了兩罐 還有一個很可愛的小東西 是在百貨公司買到的 超級可愛 然後它就是可以 這個呢 是扣子式的 這樣 大家猜得出來是什麼 它是裝飲料的 我就把它定義在裝飲料 它就是一個這樣 那飲料不是通常外面都會一直流汗嗎 就是台灣很熱嗎 所以你買五十蘭啊 買布萊恩啊 買茶飯會啊 外面飲料不是會一直出汗 你就會覺得很煩 好方便 你就帶個在包包裡面 然後呢 因為我現在正在喝布萊恩嘛 你就可以把飲料放進去 你就可以這樣喝 那它就是可以調整高度的喔 所以你是可以把它塞到最下面 然後你再把這個衣服這樣折下來 就是這樣 它就可以變成這樣 真的很可愛 我沒有塞得很好 因為它就可以塞到最底部 然後這樣放在一桌上 就不用怕你的飲料會流汗 然後這個非常的可愛 那時候有好幾個顏色 然後這個呢是 在保護公司那種一樓你知道 毛進去那邊就可以找得到的 它是扣子式的 然後另外還有買一個是 拉鍊式 拉鍊式的就功能比較多 就是你可以裝化妝品 或你的小霧啊 衛生棉什麼的 它就長這樣 旁邊是拉鍊式的 就這樣 它有兩頭拉鍊喔 那你要裝飲料 像剛剛那樣也可以嘛 那打開的話 裡面你就可以裝自己的東西 它是可以整個打開的 就是 剛剛比扣子是好一點的話 它就是可以當化妝房 那我就買了兩個 我覺得好可愛喔 就去日本啊 你就會很常 走過的時候 就會被一些東西吸引 因為它們的東西真的很好 光就永遠 很常 就走 永遠走不到自己要去的那間店 然後就一直困在保護公司裡面 還買了一個這個 是 梨花的手提袋 然後他們家最知名就是 上面會有這個 畫畫的圖案買 然後我自己是買深藍色的 它有非常多款式喔 那 我還蠻喜歡提這種小廢袋 我就 簡稱它叫小廢袋 因為我超級愛買小廢袋跟化妝包 然後這小廢袋真的去 就出門看電影啊 你就不用帶那種什麼名牌包或什麼的 這樣 丟進去 我覺得非常的好用 再來呢 速速的 介紹一下 藥妝店好了 這次藥妝店 沒有買很多東西 因為我過年的時候 已經去過一趟大阪了嘛 所以就基本上是補過的 好 買到了這個 超級可愛的 就是 隱形眼鏡的藥水嘛 那 它有兩種款式喔 這個是帶隱形眼鏡用的 所以它裡面是愛型 然後是蝴蝶姐 這是沒有帶隱形眼鏡用的 就是 是它的月光寶盒吧 超可愛 雖然這藥水家裡囤很多 我台灣也買得到 可是呢 因為是美少女戰士限定的 所以還是覺得很可愛 開個來看好了 長這樣 超可愛的 怎樣 長這樣超可愛 因為我想要用的時候會打開 好可愛喔 是愛心形狀的耶 這感覺去日本必買 然後 囤這個 酵素洗眼粉 現在出國呢 都必帶這個 因為就不用帶一個 洗面乳出門 我覺得這個很方便 然後 然後 囤了兩支 痘痘藥 最愛的痘痘藥 配爾 然後呢 亂買了 亂買了 亂買了這種小藥盒 就是 怎麼講啊 就是很多東西可能台灣也買到 可能在日本逛的時候就會很想買 就買了這種小藥盒 因為我是出門都要帶很多藥的人嘛 所以就買了這種薄的 大的 這樣就可以在 在台灣收的 收藥的時候就可以把藥 就是整理的比較 整齊 買了兩個藥盒 然後這個呢 超可愛的 它是 就是在獅子巾上面 就是 有慣用的獅子巾 那上面可以換成 Hello Kitty的頭 再來呢 買了一個這個 這個我已經打開用了 就是這種 液態ok棒 然後這個是專門 比較 擦起來比較厚 就是你腳跟磨破啊 就是出門 你有時候穿很難穿的鞋子 我戴在身上一個防腕衣 好 然後 買了一個這個東西 我覺得好像還蠻酷的 它就是 一個 髮膠嗎 就是你看 它後面有這樣介紹 有時候我會綁頭髮 那有時候綁頭髮 旁邊 上面這邊可能 多多少少 那種流流出出 不是好看的 狀態下 我覺得就可以抹這個 那我就要跟我老公 借髮辣 然後又會手用的 油油 然後這就不會 它就這樣打開 就這樣 嗯香香的 就可以這樣直接把它抹平 我覺得這個 感覺還蠻好用的 所以就買了 然後這個是補 Excel的眼線膠筆 非常非常好用 就 有買 然後 這兩個 就是 好像是英國的牌子嗎 還怎麼樣 什麼 英國突破幾萬個 然後它夾起來是 這樣子 就是買這種 什麼 鯊魚夾啊 比較好看的鯊魚夾 在藥妝店看到 覺得還不錯 然後再夾一樣夾起來 是不是 感覺比較好看 就買了兩個鯊魚夾 好 藥妝店的東西 開完了 它有去Big Camera 然後因為 真的沒缺什麼 可是這次就買到一個 星星點點想買的東西 它外包裝長這樣子 就如果要去的話可以截圖一下 它的包裝是這樣 買了一個 攜帶型的離子夾 我想要非常久 只是每次都 懶得挑懶得買 那這次去呢 因為就時間比較多 就有挑 它長這樣子 它是充電式的 就 你出門的時候啊 就可以用離子夾 然後開管 然後它這支的溫度是 有三個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它還有附一個這個 小小的隨身包 還不錯 那最後呢 就是 日系品牌的衣服 那我今天身上穿的呢 就是 這個好像是 這種 米拉奧文的牌子 台灣其實現在 進了很多日本的品牌 我來推薦幾個 我覺得Cocodile好逛 那 米拉奧文也不錯 還有一個品牌 我不太確定它的發音 是MURUA MURUA 這個品牌也不錯 那 還有大家比較熟知 可能Snaido啊 Laguna Moon 但這次去逛了 就發現Snaido跟Laguna Moon 就有點走偏 就這一件衣服 真的蠻醜的 所以就沒買 那我自己私心 是最愛Cocodile 那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家的衣服我穿得下 因為日本他們 女生普遍很瘦 所以 他們的品 他們的牌子有說 就算到2號 或是他們所謂的大號 還是穿不下 所以就 會很傷心 所以每次日本衣服 沒辦法買很多 的原因是這樣 那我今天身上這一套是 是一個T恤配這樣 它是一個連身褲喔 就是 蠻可愛的一個感覺 這樣一套是1萬1日幣 我覺得還 蠻可以的 因為T恤也可以 它是分開式的 就可以重複穿 那你這個呢 它後面 啊 看到齁 後面是有這樣交叉背 所以這件衣服啊 如果你是想要 就是很熱的話 可以搭平口啊 無袖都可以搭 後來還買了一套 這個長裙 這樣子的 就是很長很長的裙子 這樣 然後我本來就只是看中這個裙子 然後我也是買他們家的1號 就是0號跟1號 我要買他們家的1號 那這一套是1萬2 那這一套呢 就是在試穿的時候 小姐就丟了一件這件衣服來說 是 是一套的 就 你要買必須買一套 但我覺得還不錯 這個就 平常你搭白T恤可以穿 那如果你是去海島度假 或是那天想要比較 很打扮的感覺 你就可以穿它 搭的這件品口 然後肚子會微微露一點 我覺得這套也蠻漂亮的 基本上如果你們想要光這支品牌 我就直接推你們去Luminate 基本上什麼品牌都有 這好像是最後一樣囉 就買了這個 這個牌子的 這個牌子台灣應該也是有 可是台灣聽說賣超貴 所以這次去就買 就是那種休閒服 像是睡衣 那這是我自己搭一套的 我就買了一件上衣跟褲子 它們看起來非常類似 但它們不是我自己搭的 就一件短袖這樣 然後他們家的衣服很硬 因為都one size 然後褲子我根本就穿不下 就是褲子好像只有一兩款穿得下 因為它這種 你知道毛巾布 就會超貼你的身體 就是你下半身基本上 穿不下 然後one piece超短 那我穿起來就不ok 上面價格已經被撕掉 所以沒有辦法分享 就是買了一件上衣 然後買了一件 我穿一下褲子 長這樣子 還蠻可愛的 然後後面 呃 口袋這邊還要寫一些字 然後小口袋 這個褲子呢 就是可以在家裡當睡褲 就現在穿可能有一點點太熱 但我覺得秋冬的時候 穿起來就很可愛 然後它這個 這質料真的非常非常軟 你們有在愛這個品牌的話 我覺得去日本一定要逛 因為跟台灣價格還差蠻多的 好希望你們喜歡這樣的影片 就是我真的非常真實的呈現我買了什麼 那包包的部分呢 我會再另外做成一集開箱 那如果還沒有訂閱我頻道的朋友 可以在我頻道名稱旁邊按一下訂閱 然後順便把鈴鐺打開 那也可以分享我的影片給你身邊的好姐妹好朋友們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